今天禮拜天 昨天禮拜六 昨天就有一個客人在看 那另外一個客人在 在直接說 問這個多少錢 反尾絲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這台不能賣 這個是禮拜一進口到台灣的 那今天是禮拜天 所以是第六天 然後我告訴你 輸贏還不出來 像這個就過關了 這一隻 這隻氣色特別好 這隻是上一批的 然後你們來看這個 來 我教你們大家看 如果去買金魚的話 發現它那一缸裡面有頭流萎縮的魚 千萬不要買頭流萎縮的魚 頭流萎縮的魚就是身體狀況不好 頭流萎縮應該看得出來吧 懂嗎 這隻比較明顯 像這魚就是QQ 沒有啦 有沒有 頭流萎縮 然後你看我剛剛說的那一隻 這個 人家這個就不會 反正你要挑身體明亮眼睛也明亮的魚 齁 這一隻眼睛 超帥的 超有神 那你像這個 身體它就沒有很亮 還有什麼白白 有沒有 然後 頭流萎縮 那頭流上有大量白點的魚也盡量不要買 齁 它就是有一點狀況 那今天是禮拜天嘛 所以一來你看 看到了 燈 死掉了 兩隻 五隻 三隻 有沒有 就掛了三隻 所以你看喔 這邊我在估計 我是抓幾隻 假設我抓35隻 這個折損大概要再 所以簡易都要兩個禮拜 齁 我大概會下過 像今天就要換水再下藥 我大概會下到三次藥 有時候比較密集的話 四天就一次 四三十二 齁 四天五天就一次 在兩個禮拜裡面要處理三次 把魚調整健康你才能賣 像 這個魚狀態就比較好 齁 那兩隻你看我手機吐過來 它還會閃 會走 這隻是頂部的 它就不會閃 因為它想說有東西好吃 你看 你如果想這個 狀況就沒有很好 像這一隻就不一定會火 因為它頭流都Q了 那你看我們有在餵喔 有沒有 大便 算正常 但是肚子有點異常的大 反正 這三十五隻 我覺得 現在已經幾隻了 現在是三隻 有三十五隻嗎 應該是三十隻吧 這三十隻如果 折損在五隻裡面 就算大成功 那如果折損在十隻算合理 那你看三十隻折損十隻 剩下的二十隻要乘以三十隻的 除以三十隻的成本 像這一隻好了 就不知道會不會好 我本來說它好了也沒什麼用 但是它現在油起來又蠻正常的 齁 就 類似這樣 反正這個 這次剛好是樓下有空間 我才放在樓下 不然我們這個檢疫 你看不到我都會在樓上 因為在樓上 有時候像這個狀態不好啊 免得客人看到了齁 有掛掉或者 那其實有時候把這個死的撈掉 魚看起來呆呆的 有的客人不知道它也會買 譬如說像這個 奶油頭的小白 你覺得它好了 你覺得它好像沒事 但是它其實 狀態還不夠好 不夠OK 跟這邊有兩隻上一批的魚 你看一下就不一樣 反正就是 簡易 像我這個魚都沒有貼價錢 以後我還是算了啦 這個魚還是放在樓上 這個這次是因為過完年樓下都空缸 我想說反正我這一缸也沒有別的魚 我就 把這邊放在這邊 就在這邊檢疫這樣子 齁 那也覺得 黨委師可能比較強壯 但是其實 並不是這樣 以後還是會在樓上檢疫 齁 省了麻煩 客人就問說 那個能不能賣 我要再解釋一次 這次就 順便這個 就當 拍給大家看一下齁 像這個 頭上白色 特別多的 也不要買 然後 那個 頭流 縮縮 頭流萎縮 身體有一點點白白的 有沒有像這個是在頭流那邊 身體有點白色的 黏膜異常那些也不要買 當然你也不要去挑這種 會這條齋的魚 齁 不要覺得這條齋好可愛 那就很難救了 真的 齁 那個是因為尾巴太開 有沒有 之前跟你們教過尾巴要合一點 尾巴太開的魚都沒有用 就要像這樣 從後面看是一個A字 齁 齁 好 就這樣 所以這個還是檢疫完才能賣 要順便 給大家 機會教育一下 齁 那檢疫我們一樣都會餵食 因為你不餵它沒有體力 齁 但是我們會大概餵半量這樣子 那你們家的魚生病也要餵啦 好不好 除非它是腸胃炎 整個肚子發脹 然後或者是卡蛋 那肚子卸脂孔肛門有紅紅的 那個就千萬不能餵 好 但是如果是別的毛病的話 或者是檢疫的話 你一定要餵 好 那 收到魚的時候 譬如說宅配給你的魚的時候 魚當天下肛你可以餵一點點 少量的餵食 讓它吃東西 有吃它就會放鬆 因為為什麼咧 來我跟你們講 欸 前一天 要禁食不能餵 然後 今天 如果計 也沒有餵 明天到 才 已經是第三天了 這次已經整整三天沒有吃了 齁 三天沒有吃 如果是羅漢 龍魚那些都沒差 但是如果是金魚 這種大股呆 它是寵物魚 嬌生貫養的 齁 流浪狗三天沒有吃可能沒有關係啦 你家的狗三天沒吃 它已經可能快要整隻趴在那邊都不會動了 金魚最好像家裡面的寵物狗一樣 因為它 它利帶都被改良 都挑胖的 挑遠的 挑漂亮的 挑精緻可愛的 齁 它並沒有經過這種 大自然的淘汰賽 齁 所以它不經餓啦 所以到大你家的時候三天沒餵了 你可以下鋼的時候 不建議那天給它吃到飽 但是你可以 餵一點點讓它吃 吃一下就有精神 齁 那等一下 其實那一天我 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你們買的魚 我剛剛講的 你買的魚不是台灣剛進口的 如果像我們從 中國 從泰國剛進口的金魚 第一天晚上我不會餵 因為真的讓它休息 因為它舟車勞頓比較久 它的密度啦 阿如果是別人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們的話 譬如說一個保麗紅箱 像這一個 像這個保麗紅箱可能 多大 可能大概二十幾 乘以二十幾 齁 二十三乘以二十三 像這個的話 我們在記魚的話 最多 這個箱子這樣子 我們最多只有記 應該五支就最多了啦 齁 五支就最多了 可是如果在進口來 從中國進口來的時候 以這個的 底面積單位密度的話 它一袋好像是七十支 然後一個大箱是放兩百八十支 所以像以這樣的一個 單位密度差不多在 三四十支左右 大概在 其實大概在四十支左右 你看進口來的密度是四十支 但是我們宅配給你的密度大概是五支 齁 所以大家相等的 就是 壓力不一樣 齁 所以進口來的那種 魚真的第一天不能餵 齁 其實我還是會偷餵 我會偷餵一點點 那它不太會吃啊 因為太累了 經過 經過打包運送什麼 齁 高密度的 裝法 那如果是 你買我們宅配的魚 那個你可以少量餵 齁 啊你很擔心你不要餵 也沒差啦 好不好 現在很怕客人在那邊 又要跟你論戰了 又要在那邊 那個 那個 招財魚的老闆說 可以當天可以餵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 搭水狗 齁 要吃不是在你 你開心就好了 齁 啊但是 我是評估給你聽 好不好 齁 啊 就像我們 坐飛機去到別的國家 有時候出機場 還是在哪裡吃個東西 會覺得 解除壓力 會覺得很舒服一樣 齁 為什麼飛機上要讓你吃東西 因為 你第一個不會餓 第二個解除壓力 齁 那你想想看 24小時的運送都沒有吃 已經72小時 三天了 你到你家還不吃 沒關係 你那一天不餵也沒關係 你第二天一定要餵 齁 因為我有聽到有人的講法 就是 新收到的魚 馬上進行檢疫 弄一個桶子 在那邊打氣 加一點黃藥 然後在那邊打 然後檢疫三天 甚至五天 然後都不會死 齁 可憐 我剛才魚好可憐 齁 所以看怎樣 我就是提供建議齁 齁 那你們要怎麼做 就看你們自己齁 齁 齁 就 不用再在那裡說 我說的 怎麼怎麼怎麼 拿我說的 又把人家這樣煎 齁 齁 齁 就這樣 因為有時候網路上會看到 就是 大家養魚大家快樂就好了啦 齁 我是用我的 想法跟大家分享 齁 齁 也許我不是最厲害的 也許 我也不是 100%都對的 齁 但是 就 齁 那邊就很嗨了 齁 但是哥就是做了30年的水族館 30年 有領薪水的 好不好 賣金魚賣了15年 齁 齁 我有堅持我的做法 就像 沒有檢疫到完全健康我不賣 齁 可是上次 也有客人他去問別的人 然後別人跟他回說 為什麼要檢疫 齁 那個魚一來都很健康 直接就可以賣了 齁 所以這也在人 所以不要緊 齁 齁 反正這缸我是弄穩的 我才會賣 齁 齁 我等一下就貼 直接貼個檢疫中就好了 齁 掰掰 齁 以後你們不會看到 我還是乾脆說在樓上弄 這次只是覺得樓下都這邊都是空的 把它放在樓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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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種貼真的很煩 你看 齁 齁 大家在那邊 我剛剛有貼在那邊瘋狂 你知不知道 你看 一毒 兩毒 三毒 四毒 齁 齁 齁 大家都在那裡抽 齁 像這種就抽不起來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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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